哈喽,宝宝们,欢迎关注肖战 肖战,杨子的余生请多指教虽然结束了一个多月 但这个话题还在继续,不只是在国内 在国外也是一样,随着湖南电视台,腾讯电视台的播出 国外各大平台也相继推出了这一系列的作品 并且在Netflix上播出,人气节节攀升 甚至已经超越了同期上映的国内大片 不得不说,肖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他经常会以余生的名字出现在全球时尚圈 一般都会被官方宣布为商业代言 一部电视剧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肖战并不意外,余生多指点在Netflix的热门榜单上 这世纪国外上映后,对余生的反响最大的体现 国外的女生也很受欢迎 一股追剧热潮席卷而来 摄影师们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将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分享给了中国人 肖战在最后的时候,发了一条看着鱼的照片 这是一条很好的祝福 但是当这条鱼和一条动态的视频被拍下来之后 瞬间就在各大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 很多人都被肖战的气场所折服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 就像是在看一部充满了复古电影风格的电影 即便是沉影的滤镜 也能看出肖战那超越同龄人的纯真 也不知道是为了给国外的粉丝们带来好处 还是单纯的分享 更重要的是 九宫阁里的视频 都是以前没有的 国外观众的福利还算不错 不过 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 他们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来掩饰自己 因为这是一种对爱情的完美诠释 不同于那些都市爱情剧 女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优点 而且 我觉得没有人会拒绝一个聪明 聪明 专业 稳重 对女人都很尊敬的顾问 她会让人觉得 一个平凡的女孩 也能找到爱情 而肖战 却能让所有人都喜欢她 一部在国内电视剧中并不受待见的小制作都市言情剧 竟然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 不仅要将国内电视剧的所有题材都囊括进去 而且要有一种顶级明星的风范 任何题材都要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不然就会被炒扑街 关于人间大结局的事情 我就不多说了 事实上 肖战并不是靠着对娱乐行业一无所知 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肖战的出现 让原本应该势均力敌的业内 一下子就被挤到了风口浪尖上 国外的平台 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平台 都能得到这么好的反响 这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自吹自擂 既然如此 那么电影和电视剧的唯一任务 就是沿着肖战的方向 从不同的角度去制作一部电视剧 肖战在这一块也是可以横着走的 因为他拥有全世界的粉丝 放眼整个内娱乐 无数人都在努力地想要成为第二个肖战 有的人是模仿他的 有的人是模仿他的 有的人是他的追随者 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能取代他 肖战的要求越来越高 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今 国内电视剧的竞争 不仅要抢占国内市场 更要有实力 让国外的观众看到国内电视剧的发展与发展 余生真的让国内的电视剧火了 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出演了那么多的电影 出演过的电影屈指可数 而陈晴令在四年前就已经没有什么明星了 这就是他的实力 原来 明星的维权之路 竟然如此的艰辛 这个新闻 一直都在关注着娱乐圈的肖战 所有人都知道 肖战在2020年年初被卷入了一场网络风暴之中 被无辜杀害了十多个月 在这十多个月的时间里 他聚集了一大批以肖战为目标的人 开始了对他的围攻 这张嘴上说着甜言蜜语 实际上却是最致命的武器 现在看着这些话 他的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 肖战为了维护自己 不得不用法律来维护自己 先是F起诉 再到拳王的名誉维护 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 从2020年起到2022年 我们终于收到了这个迟到的道歉 10月10日下午 有一名网友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发表了一份道歉信 这份道歉信是冲着肖战来的 这位网友可是出了名的大人物 他不仅有自己的作品 还有80万的粉丝 他在战斗中肆无忌惮 说什么脏话 说什么法不责重 现在却要为自己的职业付出代价 而且还是花了20万块钱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道歉 实在是太解气了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在被市场矩阵发现之后 很快就引起了很多关于KPI的讨论 第一个是肖战的粉丝写的道歉信 第二个是关于侵犯肖战名誉的 第二个是关于攻击肖战的 还有一个是关于黑子的 另外两个则是很有意思的 那时候 那些打着反对肖战旗号的人 并不把他们当成肖战的粉丝 他们只是一个正义的战士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那些对肖战恨之入骨的人 他们的社交媒体上 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们最讨厌的就是肖战的帖子 而现在 这个在社交媒体上被爆出来道歉的人 无论他是不是黑粉 是个普通人 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人 但现在 他却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 这是何等的讽刺 肖战的污蔑并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要不然他也不会说肖战已经赢了 曾经有过上百万人的网络直播 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 肖战是粉丝的粉丝 还是他的粉丝 官方已经给出了答案 之前的两个成功案例 被他当作了明星的维权案例 被他以饭届的专业黑粉和饭届的粉丝们的身份记录下来 很显然 相应是因为他没有重复被人攻击的习惯 所以他才会在文件上看到自己的原版 然后再次观看依然会受到伤害 从这一点来看 肖战的工作室是真的想要保护肖战 而不是用来打击粉丝们的 凡事都有个结果 他现在公布 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警告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黑子 都不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只有理性的追星族 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请各位宝宝们点赞 支持我们肖战的节目 你真的不要去看一看吗 肖战的所有信息都在这个频道里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赶紧订阅吧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肖战的精彩内容了 下次见